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轩一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都有哪些热点事件呼声较高 舆论反响较大 今天让我们有请知微数据的首席分析师 汪胡帅先生和我们一起关注 11月23日 第28届中国经济百花电影节与厦门闭幕 这场星光异异备备受瞩目的庆典 影响率指数高达74.9 影片《第九天长》作为一个讲述了两个中国家庭 三十年间的离合际遇的剧情片 他曾经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男女演员奖项 本次在荆棘百花电影节更是包揽了三个重量级的奖项 王小帅自己都懵了 领奖的时候直言 这阁委会真敢给啊 要我说呀 您这奖该得 近日首届世界5G大会在北京益庄举行 影响力高达69.1 大会上全方位呈现了5G最新的应用场景 未来的行业应用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电节的沟通不仅拉近了你我之间的距离 更将改变世界 让未来充满无限的想象 迎接5G之变 你准备好了吗 好 接下来让我们把观众的目光转向以下几条新闻 最近几天一副梅仪画像在社交平台被刷屏转发 梅仪是一个全国通缉的人贩子的绰号 涉嫌多起拐卖案件 目前仍然有7名被他拐卖的儿童下落不明 这个梅仪的所作所为 令广大网友文部无一份填营 纷纷转发画像 在舆论场当中 它的网络影响力指数是多少呢 往往是更不做下数据方面的分析 无数家庭因为梅仪这样的人贩 打而之力破碎 所以热情网友对此事的关注度颇高 事件影响力指数呢 达到67 高出84%的事件 网友们转发的心情很好理解 因为不管是家里有孩子还是没孩子的 都对拐卖儿童这种行为是深恶痛绝啊 那么汪老师 我们能够从这个雌云图当中 解读出什么信息呢 我们从雌云图中可以看到 画像的真实性和人贩子是否落网 始终是网友关注的重点 大部分人的焦点呢 还在于对儿童被拐卖 对一个家庭的伤害有多大少 我们都看过电影《诗姑》 《诗姑》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 没有父母不想看好孩子 孩子被拐卖 离不开今后人的疏忽 但更可恨的是 人贩子的唯利是图 法律的执法和严惩需要时间 但驱逐愚昧和贪婪 则需要每一个人的行动 不过在没有得到官方消息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保持冷静 做到不传谣不信谣 好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教育部 2019年11月22日 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师实施 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 规则提出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违规违纪的情形 当场进行教育成绩 成绩方式包括采取点名批评 适当增加运动要求 或者是面壁反省等方式 王老师 这件事情在舆论场当中 网络影响率指数是多少呢 给我们做一下数据报名的分析 如何把握成绩的度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于 老师学生和家长时间 现在教育部给老师送上了戒指 事件影响率指数是60.7 高于62%的事件 有33家重要的媒体参与 不过也有网友说 这几年提倡素质教育 老师对学生更应该是 寻寻善用 怎么能惩戒孩子呢 现在熊孩子是越来越多 明确的书面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让老师更安心地教学 也能让游离在违规边缘 但对国法校规 仍存敬畏之心的学生迷途之反 所以超过半数的网友 支持教育惩戒 那么汪老师 从这个词运图当中 我们能够看出什么呢 我们从词运图可以看出来 惩戒 教育 规则 等词运是大家讨论的焦点 老师的职责和学生受到的伤害 也引发了网友大量的关注和思考 过去家长把孩子送去私塾学习 教书先生的手中 都有这么一把戒尺 用以承接不听话的孩子 现在孩子在学校时 打不得也骂不得 对于屡教不改的熊孩子来说 这是正确的教育之道吗 以立法的方式 来规范教育承接权的行使 为老师手中的戒尺 建立准确的刻度 确保教育承接在刻手法度的同时 也能够传递育人的温度 当然了 诗者人之楷模也 承接不是体罚 希望诸位老师在行使承接权力的同时 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 呵护好孩子稚嫩的心理 为他们撑起一个光明的未来 2018年12月28日 浙江金华的吴女士 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工作 回家路上 她像往常一样 打开了手机上的一个APP 查看近期的投资理财情况 最近两个月来 她投资的虚拟货币涨势不错 这让她每天格外关注 平台上理财产品的价格走向 但让吴女士没想到的是 这次打开APP后 屏幕上的一行字 却让她慌张了起来 欢迎大家回到全网追踪 近年来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 逐渐走进了大众的事业 成为了投资新贵 美联储主席甚至认为 在全球经济当中 虚拟货币未来 甚至可以代替实体货币 进入市场流通 这就使得虚拟货币 成为了投资圈追捧的对象 但越来越多 关于虚拟货币的问题 也随之浮现出来了 通过刚刚的短片 我们看到 吴女士近阶段 也在吵这个虚拟货币 并且啊 涨势还不错 那么 屏幕上到底出现了一行 什么字 让她这么慌张呢 今天 我们就来现场电话连线 吴女士 来听听 她遇到了什么事 吴女士您好 您好 主持人 能不能告诉我们 当时屏幕上是 弹出了什么字啊 看到该页面 无法显示 然后再刷新 我就发现 这个APP登录不上了 我以为是网不好 但是看了看 别的那个其他软件 都是能上网的 然后我就回家 然后用家里的电脑 也登录了一下 这个平台 还是等不上 我就想着 要不要重新下载一下 这个APP 结果 我连那个下载的链接 都打不开了 里面有我投资的 将近20万 我当时一下就慌了 那你没有赶紧去联系 平台的负责人吗 我给她发过微信 打电话 反正能用的方法 我都用了 但是还是联系不上 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投资平台 我怎么听着 这个投资平台 特别不靠谱呢 是一个叫 AKOEX的投资平台 确实不正规 后来我也才知道 自己是被骗了 那您是怎么接触到 这个平台的 我是在一个群里 了解到这个平台的 因为我自己平时 收入不是很高 所以我就想着 做点副业 赚点钱 补贴一下家用 后来我看到我的同事 他们都在炒股嘛 有些收益还很不错 然后我就想去试试看 但是因为自己 没什么经验 玩了几次投资嘛 投资下来 就是赔了不少的钱 然后也很着急回本 我就在网上 看了很多这种 炒股的网站啊 还有一些文章 我就会留自己的联系方式在上面 然后没过几天 我下班回家的路上 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小红吗 嗯 你是 我是小红啊 我在网上看到了你留的信息 你是那个写超过文章的博主梁老师吗 人家很高的那个 过奖大 我看到了你很多年 我也是个过来人 所以挺同情你的造语 你之前投资失败的股票 其实以后注意一下 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怎么避免 我失了双手 我不懂超过了 这样啊 电话点是很清楚的 我有个微信区 群里既有潮固小巧门的分享 有潮固教练直播 你要不要来确定看看 这 放心 都是连费的 你手机号是微信啊 我加点 你通过一下 那好吧 加了群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说实话 我当时就没怎么当回事嘛 这种怎么可能免费教学 大家都不认识的 都是陌生人 这点警惕性我还是有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 这个梁老师经常在 那个微信群里分享 这种超过的知识 还给群友指导股票 他指导过的那几只股 反正都涨了嘛 我就觉得他好像 确实挺有能力的 之后我就看群里 有很多人说 看了梁老师的直播 赚了不少的钱 还在群里发了红包 我就很心动 然后就跟着一起 进了这个直播间 既有直播教学 又有老师知道 看起来如此正规的平台 为什么吴女士说 自己被骗了呢 全网追踪 我们继续为您追踪 直播间里到底有什么 我们也利用技术手段 还原了梁老的直播间 跟我进去看一看 这里就是梁老的直播间 看起来人还不少 看来直播间的网友 买了他推荐的股票 都赚了钱 这个梁老确实不简单 这个梁老还真是有些能耐 找这个趋势 直播间的人用不了多久 那就能靠炒股发家致富了 面对大家的质疑 梁老又会作何解释呢 下面让我们去梁老的这个微信群里 看一看 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是啊 我这是借钱的潮股 亏我怎么相信你 大家不要回信 潮股肯定有赚有赔 更何况 现在潮股不赚钱 赚钱的是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 对啊 它数量是不定的 很稀缺 买了不赔 投资的更是一个行业的位置 甚至空间很大 那风险呢 风险不大 区块链接知道吗 我们这个PCE虚拟货币 运用的就是最先几个区块链接 交易信息都是公开证通的 全世界就这么讲虚拟货币 把握实际才能放下支付 我们这儿都是以白皮书的 还有自己独立的网站 很安全 这个PCE虚拟货币看起来 名堂还真不少啊 我买十万块钱 我买三十万 我算考虑一下吧 我统计了你们这次 炒股的亏损 到时候会用虚拟币的 收益来不差 而且 咱们这个第一轮开放的名额有限 先到心里了 再有余下去 名额就敞光了 那我也不自试试 刚刚我们看到 吴女士买入了PCE虚拟货币 那她对这个虚拟货币的了解 又有多少呢 让我们回到连线当中 吴女士您好 您了解这个虚拟货币吗 说实话不太懂 您查过吗 我去查过比特币 发现真的很多人赚钱 当时嘛 我也是留了一个心眼 还专门去网上查了一下 这个PCE 就是网上评价都特别好 风品很好 我当时就想 专家嘛 到底是专家 确实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您投资了多少钱呢 最开始是投了一千 那您不是很信任他们呀 您投资了这么少 因为之前买新股赔了钱嘛 有点不放心 在一个就是手上也的确没什么钱 就先投一千块试试看 看看能不能有他说的这个十倍收益 十倍 这么高的收益 你怎么会相信他们呢 开始我也不太相信 但我没有想到这个虚拟货币的价格 就一直暴涨 第二天这个收益就涨到了30%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吴女士投资的这个虚拟货币平台 可以看到啊 目前的K线图的下方是源源不断的投资者 投资者获得的硬币就是他们的收益 现在呢是稳定在了30% 这么一看 这收益可太高了 面对涨势如此高的PCE虚拟货币 吴女士又将如何选择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变化领线 吴女士 吴女士 您后续又进行了什么操作呢 这个PCE升值得很快 这个梁老还说啊 他说PCE和比特币是一样的 就是数量是一个定值 也就是我投资越多赚的越多 如果现在不投资 必被别人买光的话 以后就没有机会投了 因为我手上没钱嘛 我就跟我弟弟借了20万 最佳了这个第二轮投资 看来啊 吴女士是真的不了解虚拟货币啊 那么PCE和比特币 真的是一回事吗 2008年 网络极客中本聪 发表了比特币白皮书 提出了比特币概念 比特币是一种 总量恒定的数字货币 用户可以通过解除一个复杂的数学题 来获得比特币作为奖励 这个过程也被称为挖矿 每10分钟 全网矿工一起计算一道数学题 谁献算出答案 这就相当于挖到了矿区的区块 挖矿需要矿机 还需要能力和运气 比特币也是一种点对点的 去中心化的数字资产 比如 A和B进行交易 A付给了B100元 不仅AB记录在了账本上 周围其余的人 也记录在了他们各自的账本上 这种支付行为被所有人记录 任何一方修改是没有用的 相当于大家共同见证了这个事实 这就是去中心化 正是去中心化的比特币 比较稳定这一特点 近两年 比特币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被多个国家逐步认可 比如美联储主席 公开提出要发行虚拟货币 用来代替实体货币 随着比特币的不断发展 它成为了很多人追逐的利益点 犯罪分子也借比特币虚拟币为血头 又骗大家投资 实施诈骗 虚拟币的出现 似乎给吴女士带来了报复的机会 但是一个人的来访 却给她的投资大业 泼了一盆冷水 这个人是谁呢 全网追踪 我们继续为您追踪 周末在家翻看手机进账记录的吴女士 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惊醒了一夜暴富的美梦 原来 弟弟要给儿子上学 买学区房付首付 此番来吴女士家中 是为了提前要回借款 一面是高额收益的诱惑 一面是外甥的学区房 吴女士左右为难 她想 如果让弟弟一同投资 不仅自己不用提早还钱 弟弟还可以全款买房 于是她拿出了之前的收益记录 和网上PCE的好评文章 劝说弟弟一同投资 弟弟看了收益后 对PCE颇有兴趣 提出要到群里看看 没想到她待了一天便退了群 表示群里人人都稳赚不赔 太过异常 还劝说吴女士一同退群 但是沉浸在高收益美梦中的吴女士 没有听取弟弟的劝告 两人争执之下不欢而散 弟弟催促吴女士尽快还钱 事后吴女士想从平台的账户上 提现二十万还给弟弟 但当吴女士申请提现时 却发现了问题 那您发掘了什么问题吗 这个平台不能提现 您也是一个有一定经验的股民了 您投资了这么久 都没有提过线吗 当时特别信任她 毕竟她懂那么多嘛 我也想着存得多 赚得多 反正一时也没想到 就疏忽了 就没考虑到这个提现的问题 我们来看这张PCE 个人账户的截图 可以发现啊 整个页面 没有显示可以提现的字样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另一个某正规投资平台的个人账户 我们很容易就能提现了 但是呢 我看这个PCEAPP的设计也挺复杂的 吴女士会不会是您没有找到这个提现的地方呢 我当时也想就是会不会是我不会操作 然后我就在这个微信群里问了一下 然而没多久 吴女士发现自己居然被踢出了群聊 她急忙给梁老打去了电话 却始终没人接听 因为担心二十万投资有风险 吴女士轻急之下想了一招 她给梁老发了一条微信 表示自己已经报警 要求梁老尽快归还自己的资金 微信消息发过去没多久 吴女士就收到了梁老的电话 小王 真不好意思 我刚刚开场没注意一点话 你可太不够了 凭什么把我离出去呢 你以为那日问的女 给刚进去的人送出任务 别急 离你出去只是为了想给你敬意一下 待会就准备把你拉回去了 为什么不能提下来 凭她有三个月后面期间 这就为了更稳定的发展 你说过吗 我之前听过的时候说过 你没认识的地方 你真是什么 你也别怕 你要是想提借我不会来 不过之前的定格和收益 平台可都不会收回 你还有什么 我 我 你投资这多 不就是为了赚钱 如果这多 这不是让我们时间呢 投资要有一个长远的 你这样费数费上的 怎么赚钱 好吧 那你帮我回去 我等三个月份了 经过梁老的解释 吴女士重新回到了群中 这时候群里正讨论的热火朝天 发生了什么事 等待吴女士的又将是什么 全网追踪 我们继续为您追踪 梁老说的好消息是什么呢 吴女士进群之后 又发生了什么呢 让我们再去这个投资群里看一看 哎呀 这群里七嘴八舌的还真是热闹啊 这么多人要认购 看来大家对于梁老的PCE虚拟货币 还挺认可 还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咱们有个针对老幼母的优惠政策 老成员依旧可以按照 主持的低价人口 老成员名单 ABC虎女士 现在虚拟费都涨了好几倍了 原价改入我们可赚大了 感谢梁老 既有可惜 老成员可别错过赚钱的好机会 刚刚大家都认购了第三轮 但是身为老成员的吴女士并没有购入 这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回到连线当中 吴女士 您怎么没有参与第三轮的投资认购呢 我实在没有钱 我想到20万收益也不少了 就准备等三个月期满 我们来看一下 吴女士投资的PCE收益涨到了多少 和上次相比PCE的K线图的收益 又有了一个新的涨幅 投资的人也相应的增多了 收益也从之前的一个硬币 涨到了现在的十几个硬币 眼看马上就要涨到梁老承诺 吴女士的十倍收益了 吴女士接下来能提现成功吗 然而三轮投资结束 吴女士没能等来十倍收益 却等到了平台关闭的消息 眼界20万投资打了水漂 反应过来的她急忙赶到了 金华市公安局报案 接到吴女士的报案 金华王警大队民警 对涉案平台服务器进行了调查 发现该平台并未在相关部门进行备案 这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通过追查 警方发现 该平台的后台数据和资金流向 不仅存在异常 而且更有不能提现这一仿常情况 警方初步判断 这不是普通的金融投资失败 PCE虚拟币货币投资平台 极有可能是诈骗平台 金华公安局立即启动了案件出征机制 发现在杭州 宁波 舟山 东阳 永康等地 均发生类似案件20余起 涉案金额达千万元 刑侦大队民警判断 该案件为系列案件 并串并分析 至此 一起精心策划 接触区块链概念 诱骗受害人 购买虚假数字货币的 新型网络诈骗案件 逐渐浮出水灭 民警通过后续调查 逐渐掌握完整证据链后 最终在1月22日 一局抓获了 以王某 杨某 梁某为首的 犯罪团伙成员60余人 冻结资金五千余万元 如今借助网络技术的诈骗 真是让人防护胜防 那么这个平台是如何 进行诈骗的呢 下面让我们有请案件的 负责人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二大队的 副大队长傅一成警官 来为我们解答 傅警官您好 主持人好 您是如何看待 这类新型网络诈骗案的 这和正常的投资利财不同 甚至连赌局都不是 是一场以虚拟币 投资为噱头的诈骗案 正常的投资利财 是一种对手盘 有时候也要看市场的变化 是一种可以实现 双方互惠互利 资金输送的过程 赌博是一种零和游戏 一方输就意味着一方赢 你有可能靠着你的运气 赚那么一点 但那也是违法犯罪行为 那什么是骗局呢 骗局是有进无出的 不论你投资多少 你都不可能赚回来 是血本无归的行为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 PCE虚拟货币平台 资金有进无出 犯罪嫌疑人 利用三次虚拟币 认购的机会 一步步铺设陷阱 让受害人去购买虚拟货币 然后再关闭平台 那么这所以说 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但是您看 本案中的这个PCE货币的收益 它在持续上涨 它怎么就会从投资 变成骗局了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正规股票的K线图 K线图由开盘价 收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四个部分组成 正规的股票后面 是影响股市的因素 有宏观经济 有利率 有金融政策 有周边市场环境因素等等 本案当中的K线图 是什么样子的呢 本案中的K线图看起来 和正常的股票K线图 没什么区别啊 别急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 它背后是什么 这个背后怎么好像是 有人给它画出来的呢 那么根据我们的调查 PCE根本不是虚拟币 犯罪分子先以免费授课的形式 获取受害人的信任 树立区块链等概念 新型概念迷惑受害人 最后给受害人灌输 目前股市低迷 实体经济困难的观念 逐步突破受害人的心理防线 受害人以为了这个投资增长 那么只不过是积分 在犯罪嫌疑人的这个操作下 不断的上涨而已 受害人缺乏一定的虚拟币支持 不能分辨真假虚拟币 那么错把这个骗局当成了自负的捷径 把这个数据当成了真金白银 您看哈 又懂股票知识 又能自己画K线图 这伙骗子究竟什么人啊 这个梁某啊 入股市12年 他利用自己这个丰富的炒股经验 来这个获取受害人的初步信任 但是这些犯罪分子 深谙诈骗的技巧 他们知道要让受害人生性不移 那必须通过洗脑 一步步去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 而这个王某和杨某呢 是负责搞计算机的 一个负责软件的包装 一个负责这个后台的数据 看来啊 这场骗局利用的 根本不是区块链技术 PCE呢 也不是真正的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我们前面了解过了 那么区块链又是什么呢 了解一下 区块链是一种记录数据的方式 它的本质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 将传统数据记录在某一个服务器中 变成记录在全网络当中 因此 区块链又被称为 分布式账本 指的是交易记账 有分布在不同地方的多个节点 共同完成 而且 每一个节点记录的是完整的账目 政府发行传统货币 是基于国家银行所具有的黄金储备 大家都信任黄金的价值 这也是对货币流通的信任 这种形式就是中心化的 去中心化的比特币就是依靠区块链的技术支持 将比特币交易记录等信息 打包以后以数据块的形式进行传输 并以末端追加的方式 将数据块连成了链状 这就好比打麻将 四个打牌的人就是矿工 花费时间洗牌摸牌打牌的过程就是挖矿 在打牌过程中最先得到13个正确数列组合的玩家 就像是最先解出复杂数学题的人 其余的玩家给这位玩家支付相应的筹码作为奖励 这个奖励就相当于比特币 每个人都在心中为牌局记了账 而且中间没有第三方评判 是一个点对点的直接交易 这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 区块链是一项革命性技术 我国在区块链领域拥有良好的基础 探索区块链数据共享模式 积极推进区块链和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 未来区块链对人类的影响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当下浮躁的快节奏社会里 投资平台层出不穷 一夜暴富也成为了很多人的目标和梦想 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了投资者的这种投机心理来实施诈骗 人在社会中投资就像是滚雪球 不仅需要雪的厚重 还需要泼的长度 无论是什么平台 不论收益多么诱人 都一定要分心是投资还是骗局 不要为了眼前的一片雪 放弃了那条长长的坡呀 全网追踪 爆点网红 每个人呢在童年的时候 心里都有一个阴影 那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她学习努力 不打游戏 磕磕高分 还不顽皮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女生 谭芳林就是一个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年仅15岁的她就作为嘉宾 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大会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小科学家 15岁女生参加科学家会议 这件事的网络音响类指数呢是59.1 高于微博上70%的社会类事件 这位小小的科学家啊 赢得了不少人的关注 是啊 这个事可是结结实实的 扎了不少网友的心啊 大家纷纷哀嚎说 千万别让自己妈妈看见 否则肯定又是一顿碎碎面呀 一起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 当代网友分两种 养猫的和做梦都想养猫的 试问谁能够拒绝一只朝着你喵喵叫的小猫咪呢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和可爱的猫咪玩耍一会儿 成了不少网友的解压秘诀 不过最近有一只爆火的猫咪 身为宠物它却身兼保镖和保姆的双重职责呀 在小主人遇到危险的时候 飞身扑救像超级英雄一样 成功的将小主人从危险当中救出了 猫虫在现代渡市里呢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话题 尤其是最近几年各种网红猫呢是层出不穷 这一次猫咪救虫事件的网文响里指出呢是33.5 这只勇敢聪明的猫咪呢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是啊 它呀吃着一份猫粮却干着三份工作 既要当好宠物又要做好保镖和保姆 让我不禁为这只小猫咪鞠了一把同情类呀 要是再不赶紧多发几条鱼 长点工资恐怕小猫就要罢工了 一起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吧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全网追踪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